接下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今年房市 从去年开始就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有一些疑虑呢 大家有一些问号帮大家来解释清楚了 您知道像是北台湾的十大建商 有哪些公司入列吗 什么样的建商会赚钱呢 就是所谓得重化区土地者就能够得天下 但是虽然有一些重化区里头的建案 可以帮这些建商赚很大 但是有些可是地雷区 不管是建商在建房子的时候要先避开 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这些地方 你可能也会变成你的赔钱货 好我们先来看看根据调查 北台湾去年前十大排名的建商 他们的推案量可都是非常惊人的 有这个100多亿的推案 多到500多亿都有 那其中看到保家机构呢 他们的总推案量 光是去年是538亿有蝉联了霸主 而且是连续四年蝉联霸主 他们主要的建案有归山的文化天气啦 还有三重的上河会等等 而第二名呢就是力保集团 他们的总推案量有428亿 第三名是所谓的蒲原建设 总推案量来到了330亿 而第四名呢是有新竹王之称的倡议机构 去年的推案量也是多达295亿 而第五名呢是威军机构 而他们是首次入榜的 那这些集团呢要赚钱 只要找对地点就能靠推案致富了 很多的这个建案是集中在重划区里头的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带您看看了 就算是在重划区里头的案子 不是每一个都好的 是有地雷区的 有专家就特别提醒了这些部分 你要留意哦 有些地方可是高风险是不能碰的 像是位处于这个区位比较不佳的重划区 什么叫区位不佳呢 也就是它的位置太偏远 而且面积又很大 超过了大概200公顷的地方哦 之前像是淡水新市镇就是这样的 等于是在一个这么大的重划区里头长期抗战 房价也特别容易是有好几次的起起伏伏的 那另外寄会什么地方呢 有风水瑕疵的地方啦 寄会路抽还有无尾的巷子等等 这些NG的房子在市场的销售上面 恐怕也会容易被砍架 那另外附近如果有一些闲物设施 当然也尽量不要 殡仪馆啦 坟地跟加油站这些也是要避免 因为对房价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还有呢 有些案子呢 会违反土地使用分区 严重者恐怕会被断水断电哦 这样的房子也会面临房价 会有一些下滑的冲击的 另外还有一种房子以LB 就是休闲型的住宅 以30到40年经验值来看看呢 恐怕有建价出售或是长期套牢的危机 所以怎么样来选房子 这些条件提供大家做参考咯 而现在不只有台湾人买房 您知道吗 外国的朋友也很喜欢来台湾 智产 尤其双北市可是他们的最爱呢 国内房屋四处林立 而疫情以来台湾防疫成绩相当不错 因此外国人都爱来台居住 更有不少人会智产 2021年外国人在台购买不动产 跟2020年同期相比增加6.3% 会来台湾智产的外国人 其实不少都和台湾有地缘关系 或者是呢 他们早期就来台经商啊 或就学对于台湾的环境跟政局呢 都是相当的熟悉跟肯定 其中呢 来台智产最多的还是香港人 其次是马来西亚人 而六都中哪里才是外国人的落脚处 根据内政部统计 2021年外籍人士取得不动产 台北市322栋 新北市283栋 占全国的46.6% 属于外国人智产的主力区 希望是可以买在新北那方面 因为感觉比较便宜 物价应该是比较便宜啦 然后算也比较靠近台北 因为目前是人在台北工作 语言上面啊 或者是说在一些地理质变上面 依据特性上面 可能都会国际其他的城市上面 相较之下 比较有这个接近性 双北不动产价格高 但一般人海外智产 大都选择首都或政治经济重症 确保价格稳定 保值性高 也比较容易出租 在这个资金风潮的带动之下 国内不动产的价格持续的走高 许多是透过这个境外公司呢 在台智产 台湾正经环境稳定 吸引外国人来台买房 虽然房地合一限制 但在景气不明的因素下 不动产还是不错的投资标的 也让境外资金转进台湾 3D新闻 潘建华身为台